台中一名厨师跟同居女友发生了争吵 结果他关在房门里面拿菜刀自残之外 他还开了瓦斯 扬言同归于尽 警方赶到现场跟他对峙许久 没想到他突然抓狂跟警察打起架来 警方拿着盾牌和木棍 消防队员则在一旁拿着压力前撬门 彼此眼神交汇 神情严肃 互相打着暗号 因为里头有一名厨师正拿着菜刀 警员和消防队员严正以待 就怕有个意外 看准时机 大拼几令 鱼贯进入 隆隆瓦斯为扑鼻而来 警员看到这名疯狂的厨师挥舞着大菜刀 两忙要后方的同事别进来 好在一番拉扯 疯狂厨师终于被警员制服 回到事发现场 里头凌乱不堪 不但东西洒落一粒 超大的玻璃桌更是整个被掀倒 可见当时这名厨师的情绪有多么不稳 厨师身上伤痕累累 因为跟女友吵过头 当时他就是拿着这一大一小的菜刀自缠 同时他也开了瓦斯 说要同归一尽 再看一次 近十名警销人员冲进屋子 制服持刀的厨师 还好瓦斯没有被引爆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中天新闻陈思源林书彧 台中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